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在五级加里尔亚通体育馆举行人民运动集会 今年烈火莫习运动26周年聚集上万人参与 大马首相安华在演讲中提到 自己过去应反抗当权者而入狱 如今最大责任是确保改革的火焰能在人民声音中持续燃烧 烈火莫习运动是1998年 时任副首相安华被革职不久后 支持着大规模发起社会运动 抗议当时的国阵政府 虽然运动在安华被捕后一度沉疾 但却催生了人民公正党 成为大马政治改革的重要转捩点 在纪念活动上 现场群众高喊烈火莫习口号 安华回顾了自己的奋斗历程 强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 改革之路都需要聆听人民的声音 活动会场内也展示了 安华过去奋斗历程的历史看板 并设有留言板让支持者留下 对安华的支持字句 中央社记者黄自强 吉隆坡报导